赛场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乒乓文化 体会乒乓的魅力 现在男子团体的比赛正在进行第一盘的比赛 就是由上海队的老将26岁的尚昆 对山东鲁能的国家队的选手孔定轩 孔定轩今年只有20岁 也是希望比较大的一个阴谋人 那么根据排阵的情况 上海队是尚昆打第一主力 就是打第一盘和第四盘 而山东队打第一主力的是方博 他打第二盘和第四盘 张继柯没有出场 继续比赛 刚才那个球就是左手对左手 孔定轩多次发起了直线的进攻 因为这个球的这个落点 反手对反手变直线 这是左手对左手的制胜法宝之一 并且这个球孔定轩是多次多分 左手对左手在乒乓球的这个比赛的几率中是比较低的 我估计大概在十分之一 可能有十场比赛中 只有一场是左手对左手 所以这个呢 在整个战术打法上 它有一套自己的一个系统 这要专门在训练中要进行摸索 刚才刘威讲到了两个反手的斜线 以及反手直接变直线 打左手的这个正手大角度空档 这都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就是我跟蔡老师解说呢 说的是一种规律 总结的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你如果说其实就是如何取胜 如果你这几种球能够打出来 能够用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锁定了今天的这个胜利 那么你该用的球没有用出来 你说这个今天这个比赛能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还也是一种尊重客观 真实的一种一种说法吧 非常漂亮 那么尚昆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加大了搏杀的力度 这个在这个处理球上面 这个增加了这个发力的 这个比例和概率 继续比赛 双方运动员都抓紧啊 4比4 我们相信这个通过今年的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这个男团比赛 孔令轩会收获 这个信心 因为他在半决赛当中 能够战胜樊振东 在决赛当中 这场球有了这么上加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一种自信的提升 没错 没错 另外呢 在这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之前啊 在安山搞了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有一个叫万人千台乒乓球系列赛 并选拔出来冠军亚军以及每一个城区推荐出来的乒乓球业业业爱好者 分别在安山奥提中心 烈士山公园 也就是这个李小霞和马龙的母校 刚读小学与世界冠军现场表演比赛 所以这也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所带来的其他的乒乓球的一些效应和推广 现在男子单打 本来是我们今天希望给大家在男子团体啊 给大家展示啊 起码能看出个大概的情况 但是由于女子打的时间太长 所以到这里呢 时间啊 已经不够了 所以这一局这一团比赛打完啊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现场转播 因为后面还有几多体育新闻等一系列的内容 但是呢 关于比赛的结果 我们会在新闻节目中啊 随时给大家呢 来播报 现在场上比分8比4 9比4 9比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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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孔林轩虽然是一个横板选手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意识跟纸板非常接近 因为他速度很快 打球具有变化 这种灵活性突出的比较明显 上昆在第三季的比赛里10比5领先 今天上海队出场的是上昆打第一主力许新 是打第三主力赵子豪打第二主力 而山东队今天孔林轩是打第二主力 方博打第一主力 刘丁硕打第三主力 刘丁硕打第三主力 刘丁硕 刘丁硕打第三主力 刘丁硕 你看了今天的比赛 因为可能我们转播 就这个比赛 这盘比赛一结束时间就差不多了 你给大家把全国平方球警告赛 和你整个看比赛过程中 你印象比较深的 给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以前也是经历过这种全国锦标赛 赛场成长起来的 那么现在再反过头来在演播室再来看待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运动员在场上尤其是中国队培养世界冠军 就是就像这种这个赛场上所不光运动员不仅 秀的是他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修炼自己的心性 那么我们刚才就是看到这个孔令轩能够二比零领先 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就是对自己心理上的一种挑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老将尚昆是国家队队员 他作为一个国家青年队的年轻运动员 是不是敢于把这些高手强手拉下马来 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心性的一种锻炼 现在第一盘对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要 万事开头难到底是尚昆能够取胜还是孔令轩能够取胜 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在半决赛里面的功臣 尚昆代表上海队和江苏队的比赛中 他是一人独得两分 而孔令轩是在对解放军队的比赛中半决赛 是战胜了樊振东导致了山东队以3比0战胜解放军队 所以两个队员都是半决赛的功臣 现在他们这场比赛究竟谁取胜就要看后边 第二盘是上海队将出战的是赵紫豪对山东队的方驳 第三盘上海队是出战的许欣 所以许欣是排在了第三 在上一场半决赛他也是排在第三号的位置上 那许欣对的是刘丁硕 第四盘是双方第一主力 就是尚昆和方博 第五盘是赵紫豪和孔令轩 究竟2016年全国锦标赛 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是上海 还是山东就要看后面的比赛 我们会在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的新闻节目中 为大家播报比赛的结果 在女子团体比赛中 四川队他们以3比1战胜了山西队 已经夺得了冠军 四川队就是朱雨林功不可没 拿到了2分战胜了李小丹 战胜了李洋战胜了武洋 另外呢就是范思琦表现出色 经过顽强努力在落后的情况下 战胜了这个山西队的吕婷婷 所以这样的四川队就获得了 2016年团体的冠军山西队获得亚军 继续比赛 三网 二比三 四比二 每一次转播都能推出一个 大家不太熟悉的运动人 然后这个人呢就进入了 这个乒乓球爱好的事业 爱好者的事业 那么对这个运动员来讲 本身我也接触过一些 就说哎呀就是你哪次转播以后 好多人上街就认识我了 那我说对这个对你有什么作用 他说当然就觉得练球更有劲了 当然有的运动员一旦出名以后 可能就是生活中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反而呢可能这个出名成了他的一个障碍 一下这个技术就进步就慢了 或者说是满足了 这也有 这非常正常 任何一个事物的本身都有它的两面性 就看你如何看待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 最终成功的人一定是积极乐观向上的 而非就是用消极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的 就像您刚才讲的一个是这个出了名了 他觉得更有信心了 更来劲了是吧 还有一个觉得这种出名之后是一种压力 其实就是一个乐观跟消极的两种心态下 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局 过去说这个做人和打球 其实这个人的修养 包括你的心有多大 所以事业就有多大 实际你的心大 你这样的话呢 你问题看得透 你看得准 理解得深 那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 肯定是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说心眼很小 什么事情都计较 首先呢 你在这个环境里 对你的心理健康就不好 有的时候可能还影响到睡觉啊 是吧 所以这个 其实我们的运动员 就中国平方球队长盛步帅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育人方面 做得非常到位 包括他们的军训啊下基层啊 有感恩啊 包括一些慈善活动啊 对育女员的教育和管理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漂亮 那刚才孔敏轩 在中台进行了两个反手的风度之后 紧接着迎上来 大家注意 第二百 就这个球 这个球是个好球 就突然向前 啊 打这个 打上升点 这是个明显的节奏变化 这个要求很快的反应和步伐的跟进 继续比赛 4比8 现在场上比分 是4比8 5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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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要想了解这个比赛结果 我们会在体育新闻中 为大家介绍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这个 最后的争夺战的结果 究竟是山西 究竟是山东对拿冠军 还是上海对拿冠军 这个呢 我们要等待着这个最后的结果 另外呢 就是刚才山西和四川的比赛 是四川队获得了2016年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山西队获得了亚军 还有呢 就是在后天 也就是25号下午4点钟 中央电视台 五家频道将现场直播 在河南浦阳 清风乒乓球产业园进行的 这个世界乒乓球冠军挑战赛 欢迎您在25号下午4点 五家频道 收看 我们看山坤这名老将啊 对战术上 0比2落后的时候 战术上做了调整 这个不强攻 用这个节奏变化 这个追回了两局 现在进入到第五局 决胜局的这个比赛 这个乒乓球比赛当中 这个经验起到了这个三分之一的作用 这个这个体力呢 只占了一小部分 那么头脑思想技术也占了这个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经验呢 是一个是一个捷径和巧劲 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 你有劲往哪使怎么使 所以这个在0比2落后的时候 我们看山坤这名老将呢 这个非常积极地做出了这个调整 那现在对小将孔令轩呢 又提出了一个挑战 就是2比0领先 这个想赢怕输 手软了 那么现在第五局怎么办 就是本来是有优势的 现在就是逆转了 这个这种情况对于孔令轩来讲 这个也是一个一种历练吧 就是我们看看小将孔令轩如何应对 这种第五局的这种这种变数 是的 刘伟你也是一支中国乒乓球队里面成长起来的运动员 对队里也比较熟悉 你觉得这个中国乒乓队 在对运动员的这个塑造方面 你认为有哪些独到的地方给你留些深刻印象 我觉得还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 你看这个 首先中国乒乓球队 他这种追求卓越 不断超越的这种冠军精神 才走到了今天 才使得这个优秀的这个团队 能够这个五十几年 这个长胜不双 能够有这样一个稳定的这个成绩 就是他不是说就是拿了一个 你像在中国乒乓队有一句口号是什么 打第二就算失败 就是对这种冠军 就是精益求精 这个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使得这个优秀的团队 才走到了今天 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对待一件事情 不是说这个就像咱们今天转播是吧 转也是转了 但是转有一个完美的体现 也有一个就是正常的转 反正也就是转播了嘛 对吧 但是你转播如何在转播的基础上 能够转播的更好 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认识到乒乓球这个运动 我觉得这个是转播团队的一种追求 对吧 那作为乒乓球队呢 我刚才说了 就是郎平就说向中国乒乓队学习 我觉得就是他对胜负的理解 何为胜何为赢 就是你像你像这个 那你觉得郎平说向中国乒乓队学习 那你认为他学什么呢 我觉得他说的是一种是一种境界 就是你像中国乒乓队现在赢 不是赢在具体的哪一场球上 而是还没打呢 我已经战胜你了 最起码国外的这个球队 在跟中国乒乓队比赛之前 他都有一些畏惧的心理 对 就是从心理上他不敢战胜你 这就是我打败你 不是说从某一个技术上 也不是从某一场球上 而是从心理上就把你打败了 所以说这个胜利我觉得是巨大的 但是呢 今年的奥运会 女排的胜利看到了 让我突然想到了95年男团的 乒乓球的胜利 乒乓球的那个是什么呢 从低谷上的这种叫什么崛起 就是中国队打败瑞典队 对 就是那一年 六年没有见的冠军 对 那个是什么 就是被压了很多年 你想想41届中国男团是第七名 对 43届95年打翻身仗 对吧 那个时候球迷看到的是什么 看得过瘾啊 就像今年的女排的胜利 大家看得过瘾啊 因为女排是从低谷这个翻身仗 这个能够在翻身的情况下 还打败对手 这是最过瘾的 但是绝对不是赢的 不是冠军的最高境界 冠军的最高境界 就是说还没还没战呢 已经是从心理上 就已经把对方打败了 所以说这个郎平说的 向中国乒乓队学习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赢的最高境界 所以这个女排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一次女排的胜利 是有好的起点 从这个起点上 再扩大战果 扩大优势 把这个团队打造的更加坚实 最后能够取得什么 2020奥运会 还没打呢 日本就不敢跟中国赛了 对吧 就有畏惧的心理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女排的这个强大 明白 所以过去也讲到嘛 古话讲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还没打呢 是吧 所以这个里头 其实这个东西又不是说 那你怎么能够 达到这个境界呢 那这里头就多了 一点一点积累了几十年 对 你可能是讲的那个传承 精神的传承 对 包括还有很多具体的训练的方法 对 包括教练员 包括人的这个性格的培养 是吧 可能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呢 就是 其实呢 就是 我们现在需要的总结的就是 我们在新形势下 怎么样发展 我认为现在呢 就是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 使平衡的发展 可能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另外就是全民 全民健身 怎么让乒乓球 为我们的国人的身体健康 体会 体会出来 这就更重要 好 观众朋友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的决赛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后面的节目呢 将在这个这个新闻节目中 为大家播报比赛的结果 这场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是由这个刘伟和蔡萌解释评论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 这个胜利我觉得是巨大的 但是呢 今年的奥运会 女排的胜利 看到了 让我突然想到了 95年男团的 乒乓球的胜利 乒乓球的那个是什么呢 从低谷上的这种 这种叫什么崛起 就是中国队打败瑞典队 对 就是那一年的 六年没有见的冠军 对 那个是什么 就是被压了很多年 你想想 41届中国男团是第七名 对 43届95年打翻身仗 对吧 那个时候球迷看到的是什么 看得过瘾啊 就像今年的女排的胜利 大家看得过瘾啊 因为女排是从低谷 这个翻身仗 这个能够在翻身的情况下 还打败对手 这是最过瘾的 但是绝对不是赢的 不是冠军的最高境界 冠军的最高境界 就是说 还没还没战呢 已经是从心理上 就已经把对方打败了 所以说 这个郎平像中说的 向中国乒乓队学习 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赢的最高境界 所以这个女排 我觉得这个 这一次女排的胜利 是有好的起点 从这个起点上 再扩大战果 扩大优势 把这个团队打造得更加坚实 最后能够取得什么 2020奥运会 还没打呢 日本就不敢跟中国赛了 对吧 就有畏惧的心理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女排的这个强大 明白 所以过去也讲到 古话讲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还没打呢 所以这个里头 其实这个东西又不是说 那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 那这里头就多了 一点一点积累了几十年 你可能是讲的那个传承 精神的传承 包括还有很多具体的训练的方法 包括教练员 包括人的这个性格的培养 可能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呢 就是 其实呢就是 我们现在需要的总结的就是 我们在新形势下 怎么样发展乒乓球 我认为现在呢 就是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 使乒乓球发展 可能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另外就是全民 全民健身 怎么让乒乓球 为我们的国人的身体健康 体会出来 这就更重要 好 观众朋友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的决赛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后面的节目呢 将在这个新闻节目中 为大家播报比赛的结果 这场比赛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是由这个刘伟和蔡萌解释评论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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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